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播的尺度就点到为止 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开车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讲的是 那个便服店 便服店 明天讲一下制服店 柯文哲不敢谈我来谈 柯文哲你又不是第一天当台北市长 台北市的问题不在于那些 酒店 是在于 背后 其实你看柯文哲他在叮 这两家店 我跟你讲一定很清楚是谁开的 没有三两三 不敢上两三 你没那个咖啡 你不敢吃那个下油 你会花几千万去装潢一个酒店 然后你 没什么苦你敢开 你不敢开 所以你不要被柯P给骗了 他叮的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他叮的是酒店的老板 酒店幕后的那些 一定有人去照 我说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但是我合理的怀疑有民意代表 立委或是议员 去照 去处理 那有些媒体的记者呢 会去擦肝骨 媒体的败类特别的多 那这两间 抱歉这两间我还真没去过 我也很多年没在 没在走这家店 请柯文哲不要在五四三 不要每天 讲废话 今天记者拿那个合适的问题去问他 他只能讲认赔杀出 因为他的水准就这样而已 大家要了解柯文哲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他自己本身就是问题 他还会制造问题 他就是国家跟社会的乱源 就这样 我拿一张照片给大家看好了 这个也就是我劝韩市长 这个真的是不要堵麦 我下午在中天有拿着照片给大家看 因为这很好笑的一张照片 我今天看到吓一跳说 来 这照片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用叙述的 这个是今天我们说的 我们今天用这一张 阿智我们今天用这一张 这个是我们的媒体记者 今天去找柯文哲堵麦 但是因为这个没有准备烤肉架 所以麦克风记者要自己拿 然后你就看到在柯文哲前面的一排记者 只要跪下来 直接用跪的 用跪的 用跪姿 跪在柯文哲的面前拿麦克风 这有点曝光 乖乖 好来我瞧一下 你看记者跪 我换另外一张好了 另外一张有柯文哲的头 这我们用有柯文哲的头那一张好了 这张比较好 这一张你就可以看到说 柯文哲在一堆麦克风的触涌之下讲话 然后记者 有的用站的也都跪的 直接跪在那里 这个不是要告诉大家 烤肉架的重要性 重点不在烤肉架 重点在于 这个赌麦基本上是错的 赌麦是错的 但是柯文哲他不懂 我也不打算跟他讲 就是你继续被赌麦好了 你在赌麦的过程当中 你就继续犯错 就是这样 这个是今天早上 台北上柯文哲接受 联访的照片 好 那我们继续谈这个追踪器 蔡总统今天被记者问 当然是绿色的媒体去挑衅 故意去问蔡总统说 韩国瑜那个追踪器说是疑事 就蔡总统回去说不要牵托 蔡总统蔡英文 你不要忘了你是总统 基本的格调要有 他是高雄市长 他是国民党的总统提名人 你是总统 你的层次高度格局要比他高 而不是像一个 不入流的民意代表说 你不要牵托 不要牵托是民进党的立委的水平 韩黑1450绿色媒体 民进党立委 他呛韩国瑜不要牵托 我不会骂他 因为他的水准就是这样 就是不要牵托 那你也是不要牵托吗 怎么都没有记者去问 我想问的问题 现在记者 我还是呼吁大家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不要当记者 我先念个三句好了 这我们第二段要谈的 蔡英文说 这是2012年蔡英文讲 他说国家机器被滥用的程度 前所未见 他第一次选总统 说跟马英九总统选 那马总统那时候要连任 那时候雨昌案 然后蔡总统的民调 一度赢过马总统 在2011年的时候选前 一度赢 然后又被追上 拉锯 你看那个选举结果 最后马英九只赢 蔡英文80万票 80万票 689比600 那个2012年的总统大选 所以蔡英文那时候 她说她是骂马总统 国家机器被滥用的程度 前所未见 然后总统应该出面说明 不能再装无辜 这件事情 总统要负完全责任 这都你讲的 这些都是你讲的 你都忘了 你2012讲的你都忘了吗 我们没有忘 就你当年是挑战者的时候 你当年是在野党的时候 你是这样子批评国家机器 那现在韩国瑜去质疑国家机器 有什么错呢 我第一天就告诉大家 你不要在追踪器上面打转 你在追踪器上面打转 你就是见数不见零 追踪器到底装哪里 那个是很知为莫及的东西 韩国瑜被国家机器监控 那个是common sense 不然你去问赖清德 你问我干嘛 是赖清德讲的 又不是我讲的 国家机器修理赖清德 跟我有关吗 那国家机器修理赖清德 不会修理韩国瑜吗 那你会去回顾 蔡主席2012年讲的嘛 他当时是怎么抱怨的 怎么抱怨的 你当初 叫到这样 你是换屁股去换脑袋 唉 很期待 好 那当选总统才能改变国家机器 其他都说的 你要当选总统 你才能改变国家机器 而不是在那边抱怨啊 叫啦 那个都没有用 那都没有用 那昨天这个王浅秋出来 开记者会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韩国瑜要 要赶快调整 因为 选举还有142天 142天 要调整 好 那今天中午啊 这个国政顾问团的处女秀 锁定这个核四能源跟空屋 当然这个里面有黄世修 那个一黑洋绿的领先人 还有杜子军 还有张善政 以及韩国瑜韩市长 因为 听到朋友 我解释一下国政顾问团 我 没有谈很多 坦白说因为不重要 所以我就不怎么谈 那 我之前 我可以讲个小故事 我们多讲故事 先讲一下这个 那个 三重的季先生 谢谢你写信来 韩国瑜讲的是狮子薄兔 不是老虎薄兔 他讲狮子薄兔 那第二个是这个小弟我 因为 这个 种种很多事情 我没有泡茶聊天的服务 很抱歉 你说我有空找你泡茶 谢谢 季先生你的好意我心灵 那我实在是 这个 时间上比较不方便 谢谢你写信来 那 这比较抱歉 你说 你对 这个 政治情势的分析跟什么的 我都尊重 但是我个人而言 我 时间上比较 不允许 这特别请你谅解 那不是虎薄兔 这个 韩国讲的是狮子薄兔 那狮子跟老虎又插的这个 好 那对他讲故事 一转一旺 有一次我跟张善政同台 那我点忘了 不然就跟他同台 然后 我准备要讲一件事情 但是他先讲 因为他比较大牌 他先讲 结果他把我想讲的讲完了 我吓一跳 你怎么会把我想要讲的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iPad都打好了 准备要讲了 被他讲掉了 我有点讶异 不过我虽然讶异 可是我觉得 他算是算诚实 那张善政讲什么呢 他说他在当行政院长 其实很短 我记得在100多天吧 107天 他说很短很短 他从2月到520就卸任了 他说100多天而已 那张院长自己讲 他说他之所以那时候的朝野跟民调 就是他当短短的那几个月的民调还不错 也获得朝野的肯定跟帮忙 张善政说有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是本来我要讲的 结果被他讲掉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选完了 因为选完了 因为 2016投票嘛 2016 1月16投票 然后 朱立伦输了 蔡总统赢了 可是520才交接 立法院是2月1号交接 然后总统是520交接嘛 所以张善政做的那个空穿起 其实民进党没有在叮他 民进党没叮他会叮你干嘛 你就是个看守内阁吗 我叮你干嘛 国民党也无限恋战 中央也输 地方也输 然后那几个月就是空窗期 张善政做的行政党 就是那段时间 他自己讲的 我今天讲一句 如果我讲 好像变成我扣小 变成我再有点嘲笑他或怎么样 如果从我嘴巴里讲会变这样 他自己讲 那表示什么 表示张院长他很清楚 他之所以有一点这个reputation 他有一点这个名声 有一点这个声望 坦白讲不是他做的多好 是因为没有蓝绿二斗 民进党没有在修理他 向前你了解我意思吗 是民进党没得到 如果是选前 张内阁什么都不用做 为什么 民进党那八年就是逢马必返 只要你马英九做什么都反对 不是吗 马英九要推的福茂 马英九要推的ECFA 马英九要发消费券 民进党哪个支持的 马英九推油电双掌也被骂 要推核四公投也被骂 马英九做什么都不行 那是因为马英九本身的软弱 也是因为民进党在立法院 虽然他没有过半 可是有人跟民进党离应外合 所以马英九有完全执政吗 所以张院长他说 他自己讲的 张院长这人我佩服他 他自己讲说 因为那时候选完 民进党没有修理我 没有蓝绿二斗 所以他就顺顺 把那几个月做了 这样而已 这一点我来讲一下 我觉得 应该说张院长他有自知之明 如果在蓝绿二斗的情况下 你还能做这么好 那我佩服你 但是在蓝绿都无心恋战的情况之下 那个意义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我也给张院长肯定了 好 今天的这个第一场的直播 在讲核四能源跟空污 中午十二点半直播谈国阵 这个timing其实不好 这个不好 你中午十二点半播 晚报就来不及 你说要趁韩市长午休的时候 那韩市长就不用午休了 你看他今天跑几个星辰了 早上有个delay还被骂 跟日本的那个什么 什么青年的那些议员见面 还被骂 绿媒开始修理 下午正论节目开始 开始定 你怎么可以迟到 前面有行程 delay不行吗 请问蔡总统的行程 都没有迟到的吗 他早上就去告别式 其实我想跟韩市长讲 你不要再去跑 跑告别式是 红白帖 是基层民意代表 去的那个 你要选总统的人 这不应该跑告别式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我觉得最好的时间 是礼拜一早上 因为我跟各位解释 为什么礼拜一早上 就是说每个礼拜一 因为周休二日 那周休二日那两天 各新闻台的主要争论节目 跟prime time的主播都没上班 你了解我意思吗 六日主要的政论节目 都是代班的人在主持 你就像赵先 礼拜六是赵少康 礼拜天就不是赵少康了 赵先是礼拜一到礼拜六 那你说像王佑正 王佑正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然后六就是马千惠 就代班的人cover 所以你每个礼拜一早上 是A咖回来上班的 第一个早上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礼拜一早上 开记者会效果是最好的 我跟你讲 隔行如隔山 我讲这个 你礼拜一早上 因为他礼拜一早上 来上班不知道干嘛 你一开记者会超 连线空白的 他有点应该 用断片来形容 他那两天是空白的 你忽然开个记者会 他就 这礼拜一早上 其实是最好的timing 那你中午十二点半 直播谈国阵 你有端出牛肉吗 你有给解方吗 我这是问号 那第一个 国阵顾问团的处女秀 选核四 这个是不是谋定而后动 侯有余知道吗 因为核四在台北线 核一核二核四都在台北线 你不要问我核三在哪里 我会翻脸 核三在屏东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核三在哪里 那我是觉得 那个2018的公投是一回事 2018公投 那2020主要是选总统 所以不要把他混淆了 因为黄世秀他讲说 那个 其实黄世秀他比较 注重在核四的部分 我啊 我是比较注重在选总统的部分 因为你没有当选总统的话 核一二三四都跟你无关了 因为你不是总统 乡亲你了解到 先当选才又讲 其他都是假赛人大声又假讲的 你讲什么都没效 满腔的报复 治国的蓝土 结果你落选 你是讲什么都没效 先当选再讲 任何跟当选有妨害的 通通排除掉 等到你当选了 你有国家机器 你有话语权 你看陈其曼 陈其曼讲什么都不对啊 为什么 他高雄市长输了 你要知道他讲什么呢 那韩国瑜 高雄市长赢 他讲什么都对啊 爱与包容啊 我们打个君子之争啊 我宁愿这个 干净的输 我也不要肮脏的赢啊 什么的 他讲的都对 为什么他赢啊 赢者全拿 像有一首歌叫 赢者全拿 那刚提到说 这个到底有没有给牛肉 那核废料怎么办 张院长讲是核废料 送去法国 可以把它浓缩 很像意思把他变小 还怎么样 什么固定啊 什么的 但是不是 不是 大家不要被骗了 不是送去法国 就不用拿回来 他帮你浓缩之后 他是得还你啊 法国有很多核电厂啊 可是他没有在收核废料的 全世界都把核废料送去法国 法国就吐血了 其实他没有讲完整啊 送去法国做浓缩之后 还是得运回来 好像问题来 运回来放哪里啊 放哪里 这个就是问题了 那非核家园2025来得及吗 做得到吗 这也是问号 那要不要核四公投 当初马总统的核四公投 还跳票吗 到底要不要核四公投 那到底电价会不会涨 到底电价 我们是亚洲各邻国 电价最低 我们凭什么 我们没有石油 没有天然资源 我们是一个岛 然后我们的油价 电价是要亚洲邻国 最便宜的凭什么 凭我们很明粹 好便 派家 爱情又惊死 他就变成最低价了 那侯友宜 后来抛了核四的试问 就问到一些安全啊 核北料中的问题 其实这个就很可惜 就是蓝军的联合作战 我这样讲就说 你今天开这个核四的直播 理论上侯友宜可以在现场 新北市的大家长 理论上国民党的立委 比如说洪梦凯 洪梦凯他是挑战者 他那个李永平 李永平的选区有两个核电厂 李永平的选区很大 你知道有多大吗 李永平选立委的选区 是台北市的两倍大 他是立委 立委候选人 他的选区是台北市的两倍大 这要怎么选 一直跑一跑 高雄市的面积 是台北市的十倍大 所以今天韩国瑜跑的新人 都是郊区山区的 所以跑很远 都在走 疼得要死 你想坐车 坐车也很疼 这太累了 所以我说在联合作战 就是说你侯友宜 你要先看 我如果核四 那跟侯友宜是直接的关系 跟立委参选人 也是直接关系 你跟他们聊过了没 谈过了没 大家有共识了没 韩国瑜在讲追踪器之前 国民党中央知道吗 国民党立委知道吗 韩国瑜的竞选团队知道吗 国民党立委党团在打失焉案 说什么小金库啦 攻击金的 国民党立委党团在打失焉案之前 韩国瑜知道吗 韩国瑜今天要谈核四之前 侯友宜知道吗 洪孟凯任李永平知道吗 就你你你你你 不是 今天每天都很简单 民进党是个对照组嘛 民进党很团结 民进党在打国民党 这是不会手软的啊 炮火全开府 委员党竞选总部 立委市议员 绿色媒体 他不会停的 他管你三十一 二十一千把韩国瑜打趴在讲啊 民进党是很团结的啊 绿色媒体是很团结的啊 那国民党跟蓝色媒体啊 大概都 这鸡主席 这蓝绿啊 坦白讲战力是有差啦 那我刚刚都是问号 我不晓得他们事先联络过了没 但是我认为应该讲好的在一起 到底要打什么 我们要打追踪器 还是要打失焉案 还是要打核四 你到底要打什么 讲好的在一起打 有决定的 有规划的 有步骤的 有tempo的 再下去打 而不是想到哪里 打到哪里 那就不行了 好 那我觉得这个 当然我还是觉得 第一题选核四 我是很保留 我认为不应该选核四 我认为明年大选的决胜关键 一定不是核四啊 但是为什么要去打核四这个 就是张院长他们的决定嘛 韩国瑜他们决定 我们第一题来打核四 我认为选核四是错的 那应该打什么呢 我认为应该打两岸 我认为应该打两岸 不要怕打两岸 不要怕抹红抹黑抹黄 我认为韩国瑜应该直球对局 就大干一场 就打啊 你跟蔡总统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你说国防吗 外交吗 核四吗 教育吗 司法 财政经济什么的 我认为韩国瑜跟蔡英文 最大的差别就是两岸 就打这一点 不然你参选干嘛 就打 蔡英文批评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他现在是中华民国总统 蔡英文讲中华民国 台湾我讲中华民国 我当选两岸关系会怎么样 蔡英文连任两岸关系会怎么样 今天日本的青年议员来跟我会谈 昨天是AIT的处长来跟我见面 美国日本我有办法处理 大陆我有办法处理 我可以做的比蔡英文好 我就跟你打这个就好了 你没有办法处理两岸关系 我来处理 你这三年多两岸关系在干嘛 我的方法是怎么样 我讲清楚 所以前副部长 那时候在当外交部长 他说大陆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上位政策 我们的外交政策跟这个邦交国啦 什么种种 那个九月啊 联合国每年的年会是九月 今天八月底啦 今年蔡总统 再度不要友邦帮我们申请提案入联 那你不是说我们是主权独立国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加入联合国呢 我们为什么去东京用护照 我们为什么去北京用台报证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有外交部也有陆委会 其他国家都没有陆委会啊 其他国家跟大陆的关系 都是外交部在处理的啊 那为什么我们外交部也有陆委会 我们去东京用护照去北京用台报证 为什么 蔡英文不敢谈韩国瑜谈啊 就是回归到中华民国宪法嘛 宪法就是一个中国啊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是一国两区啊 好啊如果民进党你不爱这个宪法 不爱这个国家你就讲啊 就讲啊 不要借壳上市啊 不要占人家便宜啊 你看两岸是邻居 蔡总统讲两岸是邻居啊 那两岸是邻居你为什么占人家便宜呢 为什么 好所以我是觉得要面对现实啊 不要自己骗自己 我们所有的演艺人员 唱歌的跳舞的演戏的幕后工作什么 导演导播什么 所有的工作人员去大陆 都叫做中国台湾 我们所有的台商台干台生台卷台流 在大陆都叫中国台湾 你要领居住证 你要在那边工作 你要在那边开工厂 念书 你就是中国台湾 不然你卖来 你所有卖去大陆的东西 农产品 鱼产品 水果什么 你所有卖去东西都是中国台湾 不然你卖 你说我买原 我就是台湾 我就是一边一国 我不要嫁中国台湾的好啊 你去卖别人啊 你知道为什么 比较喜欢卖大陆吗 因为大陆给我们很多东西 是不用关税的啊 水果啊 韩国瑜不是新加坡卖芭蜡吗 17% 17% 你看那个芭蜡要卖多少钱 关税额外加17% 我们东西卖去 农产品卖去不用钱 不是不用钱 不用关税啊 早收清单 我给你0% 我们要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去都叫中国台湾 你不知道啊 很多人不知道啦 很多人想说 一边一国人啊 那我不是要帮阿公 说话 我也不是什么统派独派 我是说 这就是我们都没去讨论的事情嘛 我们平常是醉生梦死 倒要选总统啊 还在讲那些自为莫洁的东西 当然是谈这个啊 你四年才选一次总统呢 我们国家的处境 不在那个追踪器啦 我们的重点不是那绿 那种那带 大家讲得好像真的 那都没重要嘛 重要还是 那边那个国家处期是在冲什么 我是建议谈两岸啦 两岸不处理 那是韩国瑜跟蔡英文最大的这个 对照主 你当总统 你连任 两岸怎么办 我当总统 我两岸我怎么做 韩国瑜说 我反对一国两制 我支持九二公司 我热爱中华民国 这就是我两岸政策 我讲完了 我当选 两岸怎么交流什么的 跟蔡英文不一样 那个差别就出来了 讲和事 其实很难谈 和能这种东西 不是你千万不要跟我说 那你是支持来反对 我一个人 我支持何事 或反对何事 支持何能反对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我认为选战 这个总统四年选一次 其实应该把国家的这个路线 跟愿景讲清楚 我不认为时间 站在我们这一边 两岸的变化 拖下去对我们真的有利吗 可能有人觉得 拖下去对我们有利 但我认为 小弟浅见 我认为拖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 来我们情况 备礼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个联合报 特别的称赞 我们买了66架的F-16 66架 然后totally美金是80亿 80亿 那因为你知道 这个军售东西很敏感 他在不跟你讲 你到底买了多少弹药 到底是什么配备 什么他都没讲 就66架 80亿美金 恐怕只有空军跟国防 不知道那个戏目是什么 那美国最好的飞机是F-35 F-35一架 这个外电的报道 一架带美金是一亿 一亿 如果F-35一架是一亿 我刚讲过 因为有什么 各种的配备 但要跟你买车一样 你就同样的一台车 到底 可能车价就差很多 到底是全配还是什么的 全配什么 如果F-35一架是一亿美金 那我们买66架F-16 要80亿美金 这个数学怎么算 都觉得怪怪的 我们是不是买贵了 那表示 F-16一架比F-35还贵 但这永远不会有答案 没办法 你这个也不能讲 就算买贵了也得吞下去 实在是悲哀了 好 我们看这个追踪器的止血 那高雄市政府的新闻局长 王浅秋 记者会站在低线挡子弹 这个就对了 那王局长昨天表现 我看了一下我很好啊 因为他带过这个 企业的公关 也当过媒体的记者 这个记者会 这样处理就对了 好 就让王局长去处理 所以 国民党跟高雄市政府团队 要保护主帅 人人有责 你们跳出来挡啊 人有失守 买乱体 总会讲 他讲错了 你要赶快出来救火啊 好 所以王浅秋 昨天就去处理 那韩国瑜要摆脱这个追踪器的泥道 我是觉得加个道歉应该会更好 加个道歉 因为其实 不应该去讲这个东西 不应该去 你讲是没有用的 呼吁国家机器 不要跟奸我干嘛 我的工作就是跟奸你啊 这是我的工作 我的饭碗啊 韩国瑜礼拜天 要礼拜天嘛 对 礼拜天要到台中 当然可能有台风啊 或什么的 这个就回到我昨天跟他 我们昨天狗费火正面 就不要再去拜庙了 然后我甚至觉得 六日都不要跑外牵势 六日 选一天让韩国瑜睡到宝 然后让他休息 那我讲句实在话 当然我们喝酒不开车 小酌个两杯 好 然后跟朋友聊聊天 因为大家 你看哦 一到五市政 六日拼国阵 都免睡 都免休息 剃爬的身体 也弄不住 鸡器就会 怕的光是人 不要一直跑那些 应该是 找时间休息 我觉得对韩市长 比较重要 那谁选过总统 没有人选过总统 马英九跟朱立伦 蔡英文他们选过总统 那韩国他只能边学 边选边学 然后边修正 那现在是累积的 你就发现到说 你们记者赌卖问问题 那我怎么回答 我是不是每次 都是在镜头前面 每次讲错话 都是在赌卖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赌卖 我只讲我有把握的 好 比如说 你刚刚去参加一个 这个颁奖典礼 记者赌卖 我就只谈颁奖典礼 我最多谈到这边 你要问我市政 请找王前秋 你要问我国政 请找何廷欢 他的那个进行中犯人 我叫那个犯人 没看到他出来几次 那你找他犯人干嘛 让他出来讲 你们应该在前面先讲 你们挡不住了 再由韩市长来处理 而不是韩市长 站第一线 所以这一次追踪器的顺序 韩国瑜跟王前秋 就弄错了 韩国瑜讲完了 然后王前秋来救火 这是错的 应该是王前秋先讲 我举个例子 这个跟我们待会儿讲 那个2012很像 要怎么处理 比如说我怀疑 假设我怀疑 我的车子被撞追踪器 我不要讲 我不要第一个讲 我放消息给静周刊 我放消息给一周刊 我放消息给周刊王 你看我有好几个管道 媒体先去写 真正的后黑学暗黑 是我讲的这一套 这个才是操作媒体 我跟你讲 那个市长的车 被人家装那个什么 你现在韩国瑜的行情 一定是 卡不斯斗里 一定是封面故事 韩国瑜的车被装 什么GPS 我让周刊先爆料 周刊爆料记者一定冲来 找韩国瑜 我派王前秋出来 周刊先写 王前秋 站第二线 你们去讲 我是主帅 我站前面干嘛 你们先去处理 我跟你说 民进党就是这样冲 这是民进党教我的 我没那么坏 我是看起来像坏人 其实我是好人 这是民进党教我的 他们就这样操作 先故意放消息给媒体 媒体先写 写完之后 民进党立委跟着上 这怎样 马英九你怎样 我念给你听 民进党的招数 我没有学到什么好的 我都学到坏的 你看 2012 蔡英文主席选总统 他说马政府 国家机器被滥用的程度 前所未见 国家机器 蔡英文讲的 蔡英文2012 马总统应该出面说明 不能再装无辜 马总统要说明 你不用说明 马英九是总统 你不是总统吗 马英九有国家机器 你没有吗 那马英九要说明 你不用说明吗 讲一套做一套 蔡英文讲 2012这件事情 马总统要负完全责任 以前说的 马总统要负完全责任 兄亲 你敢听下去 那如果马总统要负完全责任 韩国瑜 说有国家机器 修理我 蔡总统你不用负完全责任吗 国民党连论述的能力都没有了 就看着韩国瑜被打 大家在旁边看 你去用 你去用修理 国民党站旁边看 你有看到哪一个国民党的 立委市议员 火力支援韩国瑜吗 有啊 谢龙介 你用狙击的没一堆好 去网友笑 啊 庸街那就是 遭上头正的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 谢龙介应该去当部分去立委 只剩下他有战力而已啊 那个 陈丽娜议员你要加油啦 面顿帘 你就勇敢就讲啊 谢龙介是打不死的蟑螂啊 那个才有战力啊 陈丽娜议员你要去跟谢龙介学一学 你看谢龙介怎么应对的 买大家来抢啊 买大家来讲啊 我们的选戏的奥部都是民进党发明的 我们的滥用行政资源是国民党发明的 因为以前都是国民党执政 可是选战的奥部都是民进党教国民党的 奥部是不是民进党比较厉害 我们天天说 所以2012 这个言由在耳 蔡英文可能忘光光 我那时候召马总统跟马总统洗脸 很高兴啊 他一直骂一直骂 结果2012他输80万票 他刚讲嘛 2012他输马总统80万票 你2019换屁股就换脑袋 换屁股就换脑袋 这个是悲哀的地方在这里 你如果真的被国家机器所苦 我当候选人的时候 我在选总统的时候 国家机器是电我 电的我嘀嘀叫 那当你当了总统之后 你到过来用国家机器修理你的挑战者 这样对吗 这样对吗 所以不要生气 要争气 想起无法 当选总统才能改变国家机器 对 你先动算才会说 吉他都别去想 先当选再讲 我知道很多人在选立委 可是我讲句话 立委没那么重要 一定要先把总统拿下来 我问你 如果二选一 国民党当总统 或是国民党在立法院国办 只能两个选一个 你就应该选什么 当然选总统 立委过半要干嘛 民进党立委没过半 一样在立法院 把国民党弄得七分八数 总统是最重要的 总统就直接任命行政院长 总统任命行政院长 立法院连统一权都没办法行使 因为修宪过了 立法院连该的机会都没有 总统是最大 一定是保护主帅 一定是先当选再讲 我们四年才选一次总统 难道还要再空转四年吗 韩国的你也冻山总统 莫忘初衷 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解释过 美国跟我们这边的差别 美国的国家机器是很强大的 甚至可以说全世界最强大 可是美国的国家机器是效忠美国 效忠这个国家 而不是效忠总统个人 那我们的国家机器呢 这个比较那个啦 我讲调查局 调查局太难了 所以你看为什么蔡总统 他不信任调查局 蔡英文用了两任调查局长 都不是调查局出身的 他用检察官去空降 去监军 他不相信调查局 调查局太难了 那调查局太难对不对 当然不对啊 调查局要自己要调整 当这老一辈的调查员 要统统他们退啊 他们那个党国的那个 没办法 你让年轻的调查官升上来 要把它调整 我不是说帮蓝的讲话 帮绿的讲话 你一个这么重要的情职单位 这么偏 也难怪蔡总统不放心啊 派两个检察官去当局长 他不敢用调查局的人 所以你看施焉案 不就搞他了吗 那个不是什么 我跟你讲 我再讲一遍 爆料公社 网络那个爆料公社 连书那个 去年八月 就有人据名检举 所谓的据名检举 不是说我检举人据名 说他直接指名道姓 吴宗献走私香烟 他去年就讲了 你去看爆料公社 看我讲的对不对 去年八月就讲了 所以黄国昌秋贤 是讲的都是废话 都是假的 有人来找我陈情 那你中邮 人家爆料公社 去年八月就讲 你还在那边陈情个屁 那都是骗人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去年八月 大家都知道 只是爆料公社的小编 没有去follow 就结束了 不然去年八月 这条就要拼了 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那假的 你去谈实验案 都是在人家设定的框框 里面去打算 我 来 我们再call in 02363995 我不是帮实验案讲话 我是跟你讲说 真正的 爆料公社就有资料了 去年八月的旧文 你以为是新的 不要被人家利用了 这是政治斗争 不是真的要抓实验 早就知道了 只要你单笔刷超过50万的 都要送 调取洗填防治处 怎么会不知道 那个不是什么 微风广场 什么百万刷手 那个刷什么珠宝什么的 你一刷50万 马上就要通报了 那他刷几百万 他不知道吗 怎么会不知道 买到买而已 我们明天要那个 明天的汇文看社会 有老司机 今天没有 待会要去拼经纪 02-363-995 来 碧莉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欢迎哥你好 你好你好 大哥你好 你住哪个贵心你好 台中阿翔 台中的阿翔来 你要投谁 韩国瑜 好 最近被黑很惨 反正都习惯了 他还没习惯 你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 从去年黑到现在 那倒是真的 阿翔如果你当总统 你要做什么 我要把大部分的国营事业 全部都改成民营的 你这样得罪很多人 可是我觉得 国营事业就是一个充满酬庸 政治利益分配 不管蓝绿都一样 而且是低效率 其实我们的国营事业 很多都亏损连连 真的 坦白讲 你这样对 把他公私化就对了 对没有错 民营就对了 好 欢迎哥 那个部分去立委 可以打一下吗 来来 你要找谁 我要推荐陈辉文 我跟你讲 阿翔 谢农介比较好了 两个人真的 人材 可是我觉得 你也是一个 很有良心的媒体人 我没有良心 我被狗啃了 谢谢阿翔 谢谢你 拜拜 谢谢 不能推荐我 因为我不是国民党的 我很庆幸 我不是国民党的 来 02-363-995 来北点晚餐 你好 哈啰你好 喂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找我阿明 阿明你好 你要回什么 65890 65890 65890 这个密码我先看 65890 我有当时去 你的直播看 65890是什么意思 你眼光看 你也知道 你 你里面 上面也叫阿明吗 不是 你的代号是什么 65890 65890 我实在没印象 不好意思 你只有这五个数字而已 以前还有 以前是什么 H-U-N-G H-U-N-G 不好意思 阿明 因为我比较会去记那个女生的名字 看得出来 不要这样 来 你的代号来 韩国瑜 韩国瑜 阿明你也做总统 你要做什么 我认为教材要改一下 教材 哦 对啊 他就改他以前联合 我现在的孩子 都要做听课 酬长的都不做 这些技术层面 现在大家都没有像一额 有天找没人 对啊 可是阿明你如果要推教材 也得罪很多人 对很多人 总说你看教材 给他改的东西 你看以前的一些 我们的伦理道德 那些部分 现在的孩子 都 都欲胖的 现在 孩子很胖的 基本的 一些伦理道德都不知道 现在孩子都很胖的 是为什么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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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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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台海 要偷偷不偷偷 偷偷就变成说 他 但是 去用政策 送什么 现在 他出来文明也不一定有效 都够了解 你还要排学代 大学生满街跑 对啊 好阿明谢谢 感谢你 感谢你来帮政策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接一个讲话 来 北地晚餐 我是 陈慧文 来 02236399 我们还要再接通 来 北地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喂 喂喂喂你好 你好 嘿你好 你住台几岁 我住台南 我叫阿中 阿中你好 阿中你要投谁 我吗 嘿 我要投给韓国语 嘿嘿嘿 最近很不好 怎么说 他都起床 不要去用转到 没关系 我宣布独立 你也做总统 你宣布独立 没有啦 我先拐阿扁了 还有顺序 先拐阿扁拐回去 我先拐阿扁拐回去 不要再拐了 不要再拐了 每天 每天 会不会三点 他都在民事那里开工 我真的看了 配合 我真的 我真的把他手抖掉 不要啦 不要啦 这都黑白说 好阿中谢谢你 谢谢 感谢 感谢你来碰上 阿扁每天下午三点 在民事开讲 你说那个像生病的样子吗 当然 还是要先当选 再说选标的算计 如果是我 我就把六都改回两都 然后我就落选 如果我当总统的话 六都要改回两都 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美丽剧 蔡总统记者问他说 韩国瑜讲疑似追踪器 蔡总统就讽刺韩国瑜说 不要牵托 蔡英文不要忘了你是总统 其实你应该包容韩国瑜的 其实那个是展现高度的机会 譬如说韩国瑜 那个F16的新闻稿 如果是我来写 我们非常的高兴 蔡政府完成了这笔订单 如果国瑜当选总统 交机的时候 那不是飞机会交机吗 交机的时候 我一定邀请蔡总统来管理 我民主做的你 你民主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韩国瑜那追踪器 蔡总统可以大气点 蔡总统应该讲说 我当年在跟马英九选总统说 我也怀疑过国家机器 所以韩市长现在的怀疑 是有道理的 我会要求这些检警调 这些情治单位的人员 不能去骚倒韩市长 我跟你讲他一讲韩国瑜就完了 爱与包容是对的 你那个高度出来的时候 谁去包容对方 谁就得分 韩国瑜去包容蔡英文 韩国瑜得分 蔡英文包容韩国瑜是 蔡英文得分 但大家是在 是在插箱吗 来我们看这个柯文哲酒店 明天在 会文看社会 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制服店的状况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去 因为那地方 很贵 然后又很复杂 然后又不好玩 坦白讲不好玩 因为那个都 很多美国 大家听听就好 但是柯文哲酒店 你说台北市有两间很奇怪 你当市长当了四年多 你忽然发现台北市有酒店吗 之前我朋友陈东豪爆料的八楼 你要不要去瞧瞧 从台北市到八楼很近 你做四年多 两间酒店怎么这样子 那是演戏 柯文哲你不要嫁 你拐吃拐不死 你来这一堂 到底台北市 他们说列馆三百多家 只有三百多家吗 光临森北路 包括中间的什么 景州街 德惠街 什么农安街 这样子 我不要讲别去 光临森北路 就不止三百家了 那里面有多少 你怎么知道 所以柯文哲那些都 清彩公公的 真的台北市的酒店 其实柯文哲是很坏地处理 谢谢 明天见 拜拜